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水资中心净化污水核心的MBR薄膜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按钮启动后正式下水安置 预定明年9月完工后 每天可以处理4万吨生活污水 并且产制1万吨优质的再生水 供应民生社区周边公园御地等地点使用 感觉怎么样 可以像面线 被台北市长蒋万安戏称 像面线一样细的MBR薄膜 却是进化污水的核心设施 连大肠杆菌都可以过滤掉 所以MBR薄膜就是这个生物处理的核心 它是借由它0.04μm的孔径 来过滤污泥跟大肠杆菌 把它拦除在薄膜之外 所以产制的水质是非常的透明清澈 我们是先将模式放到生物反应室里面 当系统运转以后模式会产生负压 会产生残损 因为这个模式的孔径只有0.04μm 所以大概是这个底肩的万分之一 所以大部分的污泥跟 甚至连大肠杆菌都会被过滤了 在台北市长角湾与市议员秦桧 赵文杰等人共同启动下 台北市首座三级污水处理厂 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的核心设施 MBR薄膜模组正式下水 未来每日可处理4万吨生活污水 并产制1万吨再生水 对台北市迈向环境永续的目标 前进一大步 到2030年台北市污水处理完全自主后 三级污水处理率的世界排名 更渴望超过美国大臣洛杉矶 因为我们第一座 台北市第一座的污水三级处理 它的核心就是MBR薄膜技术 而MBR薄膜技术 就是水质净化的心脏 而这个心脏的下水 其实表示我们离完工 迈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我们特别以民生社区 做一个饭区域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不只是民生社区 包括河滨公园 以及松山机场 国际货运点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 提供再生水 那同时我们刚刚听过报告 未来也建置了6600公尺的 再生水输水管网 我想这些都是对于我们社区 对台北市未来整体污水的进化的技术再次提升 台北市我们因应极端气候 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包括5月12号我们也参加了翡翠水库 原水管工程的贯通典礼 那预计明年年中就会完成通水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2030年 我们的污水处理能够完全的自主 而且希望我们的三级处理的比例 能够达到50% 届时我们在全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排名 就往上提升 我看了那个表 我们就会超越多三级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进步 根据统计 台北市目前污水接管普及率达81.63% 为全国最高 长度可以绕台湾两圈半 由于目前台北市还有30%的污水 要运送到巴黎污水厂处理 为了因应未来生活污水量的暴增 台北市政府规划2030年 台北市污水处理能完全自主 而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就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将新建滨江场及设置岛场 我们现在主要大的计划 在民生资源中心完成之后 后面其实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在滨江水资源中心 那目前这个计划 已经送到内政部去做这个 征收的相关的审议阶段 后续我们是预估在 今年底到明年初能够开始启动这个工程 那另外就是在设置岛的部分 设置岛是一个我们 市政府区段征收的计划 那那边的这个整个开发 其实如果能够在那边有一个水资源中心 就近来处理区段征收所发展出来的 都会形态的这个污水的话 那对周遭的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未公处方面同时说明传统二级污水处理厂 与三级处理厂的放流水质差异 新加坡也采用这套先进的剥膜技术 传统二级处理主要是借由生物池里面的微生物 来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 分解完之后经过二层池 再把二层池里面的污泥利用重力来沉降 达到固体跟液体分离的效果 所以它所需要的面积比较大 处理的水质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日常采用了三级处理技术 污水经过这个维塞机过滤 砸物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生物池 还有NBR的过滤单元 可以将有机物进一步的过滤 所以处理的水质非常好 然后在经过紫外线的消毒杀菌之后 排放到基隆河 然后一部分可以收产生成再生水 以民国91年除役的民生污水处理厂 作为基地建造的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 工程总经费21亿8千万元 民国100年4月开工 预计明年9月完工 主要收集南港松山杏益等区的生活污水 处理后就近排入基隆河 园区内除了地下层的三级污水生物处理机房 还规划有包含环教馆在内的七层楼建筑物 未来结合摘水松山加压站及浮衍公园等周边设施 将成为完整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在台北市大安区龙生里内又多了一处休闲的好地点 位在复兴南路二段220号的龙凤公园落成启用 龙生里沈凤云里长就特地邀请大家来现场游玩 精彩表演搭配多元的摊位 让大家度过一个热闹的周末 捷运科技大楼站对面的龙凤公园上周末落成 在地龙生里沈凤云里长广邀各级长官及民众 一同参与典礼及中秋佳节活动 包括副市长林一华 北市客委会徐世勋主委 市府多个局处及附近国校国中校长 以及多位议员及主任参加 乡亲礼民也踊跃参与热闹非凡 大安区龙生里 112年的中秋佳节 以及龙凤公园落成典礼 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 来了很多单位来跟我们共襄盛举 来了很多礼民来一起共欢 我们属于龙生里的一个庆祝活动 单位我们今天有台北市环保局 以及噪音科以及资源回收科 还有台湾电力公司国税局 还有来了三十几个单位 还有我们台北市客委会提供了客家一些美食 以及客家麻糬 供县长观众来品尝 那时候来到社会住宅 就真的因为我们里长很坚持 所以从他这个刚刚讲故事 就现在换到蒋市长 蒋市长都说我们要请听民意就对了 听里长有时候对地方上什么建议 就一定是大家的最大的声音 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做的公弹都更 又让龙生里多了一个公园出现 然后再来连通道 尤其我们大家以后过马路 不用担心会有危险 还有呢我们长辈的照顾 还有现在讲市长都希望他多生小孩 但大安区非常缺什么 缺托婴 所以我们以后这边是全部应有尽有 非常的各种社区的功能 真的是完全的 完全什么 大家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真的所以要非常感谢 再加上我们又好的学区啊 你看一条龙啊 从这个拖婴中心到了幼儿园 小学国中天啊 这么好的学区 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是好上加好 我们再给龙生里一个掌声好不好 今天很高兴来到龙生里 那一方面是一个中秋节的活动 那沈凤云里长真的非常的热心 龙生里有沈凤云党 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 所以在这个佳节先祝大家中秋愉快 那另外今天也是我们龙凤公园开张 所以说将来我们龙生里也会多一个 居民休闲的空间 所以真的希望我们这个龙凤城翔 龙生里就是大家平安幸福 因为我们的孩子来自于龙生里 所以跟平常就跟沈里长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那沈里长呢 他用心于社区 所以呢也是照顾我们的孩子 所以沈里长有任何的活动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以及参与 这个就是代表学校社区一家亲 谢谢沈里长的邀约啦今天龙门国中的和尚团 也会在这个中秋节的演员会活动上面会有演出 那学校跟社区本来就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非常乐意参与这样的活动 也让孩子也谢谢里长提供一个舞台 让孩子有所展演 所以我们会更紧密地跟里长这边来做合作 开场表演就由湘英国乐团带来客家经典歌谣 推广传统民俗音乐 同时促进社交 把客家音乐传递给大众 我们今天前面两首表演的是客家歌曲 一首就是身边玩家 大家很熟悉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客家的国歌 客家本色 这两首代表客家的风格 我们湘英国乐团 正式用湘英名称是在民国九十年 那他的前身是在八十六年的时候 原来是一个小班子 后来因为经过科尔会的协助 我们这九十年成立了一个大企业 团员大概有八十多年 那那个团员当然来自各地的 里面有大部分大概都是退休的 公教人员还有家庭主顾 当然也有一部分 他本身是学过这一方面的 专门学过这种国乐乐器的 包括这些科班的 所以人员我们讲是 最主要是给大家一个休闲 所以我们都没有很限制说 你一定要会怎么样 你只要能够跟我们拉就可以了 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 就是要发扬这个客家的音乐 因为客家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概九十年的时候 因为客家的音乐 尤其在国乐方面 讲是它的曲子很少 那有大部分都是唱歌 客家歌比较多 那客家歌它也并没有广泛的推广 只限区域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重新写这个客家音乐 然后我们每一年定期 会在中山坛办一个定期音乐会 这个龙凤公园 我觉得感觉很好 我也是第一次来的 很怕来很舒适 很怕很舒适 但我们里长很尽心尽力 希望里长长方办这样子 希望希望 希望 龙胜利陈凤云里长 不仅为在地某福利 争取空地绿美化 让大众多一处休闲空间 同时也为客家文化传递努力 在中秋前夕 与乡亲礼民 在地人士一同欢度周末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深入社区表达 反毒打炸和茶会的决心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 举行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即校园安全座谈会 邀请辖区内的民意代表 里长学校代表参加 搭起警民双向沟通的桥梁 以明年1月 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中山分局治安会议 特别邀请台北地监署检察官 进行查会选 防止暴力宣导 加深民众对会选暴力 赌盘及假讯息介入等 不法犯行的了解 我们如果说是被刑惠划到 我们就是接受了 那我们就有可能是受贿罪 受贿罪的规定会 在刑罚上会比较强 就是三点一下 但是还是有刑罚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要求别人贿赂 或是契约或收受贿赂 或其他不正利的话 到别会构成受贿罪 什么叫做所谓的贿赂跟不正利 其实在法律上来讲 因为它这个体会在现实上 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那当然钱财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贿赂 那其实会比较难判断是所谓的不正利 不正利 不正利大概可能的形态就是说 例如说一些招待啊 餐饮啊 奖品啊 或是旅游交通 财券或是带缴一些 比如说威贝啊 或是额税 然后法官等等 这个都算 其实我们地检署除了电话以外 还有新的这个通报的管道 那我们在选择今天 我们会设立LINE的账户 那如果说各位有需要提供情资的话 也可以透过LINE的这个账户 跟我们地检署反映 那到时候我们在地检署 做出去的海报上面 都会留下URCO 随时都可以扫满 加入LINE好友 可以供地检署反映 那我们这边是会有专人 负责阅读各位坚决的情资 惠中中山分局相关单位 更特别针对试诈反毒进行宣导 剖析各式诈骗手法 像是假投资 假检警等 保护民众财产 以及宣导新兴毒品危害 避免民众或学生成为无辜受害者 今天召开社区治安座谈会 然后也包含校园安全的一个座谈会 我们一起来举办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相关的民意代表的办公室 以及我们各里长 包含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 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来到现场来做这个我们即将的总统 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选举的一个反会选的一个宣导 那另外也 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地的很多意见领袖等等 我们的民力 巡守队等等 我们做一个中山分局辖区治安状况的说明 以及我们平常的相关的防诈部分的宣导 希望借由我们今天来与会的人员 包含学校一些老师主任等等 希望能够帮我们来多做试诈 尤其是现在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打击诈欺犯罪 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来做宣导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包含接触毒品 包含被帮派吸收 甚至成为诈欺集团的这个成员 这都是我们今天一个宣导的重点 透过联合社区治安会议及校园安全座谈会 中山分局与辖区民众面对面近距离沟通 聆听民众对治安建言 达成警民合作目的 搭起警民沟通桥梁 共同维护中山区的治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推出交通安全月活动 透过经费补助鼓励年轻市民考取机车驾照前 可以先上驾训课程 降低违规和造势风险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与最近爆红的 山道猴子的一声影片 提醒车友享受标速快感的同时 更要注意安全 我身为驾驶人时 经路口遵守停车 让行人先行 我身为行人时 遵守行人号制 走在行人穿越道 不划手机 随时注意周遭状况 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声宣示象征 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 9月是开学季 许多大学陆续开学 不过根据台北市历年交通事故统计 9月起到年底也是交通事故号发期 其中机车事故更占了77.6% 因此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9月交通安全约活动 推出机车新学期 安驾斗阵型补助计划 向鼓励年轻人考取机车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针对领取机车驾照前三年 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也推出相关的措施 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 当你满18岁很兴奋 要去考机车驾照的时候 之前都能够上我们的驾训课程 所谓的驾训班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补助 我们配合中央 我们总共补助3700元 鼓励年轻朋友考驾前 先上驾训课程 我们发现经过统计之后 上了驾训课程 之后考取驾照 上路以后 能够大幅降低 造势的风险 可以降低56%的违规风险 降低35%的造势风险 交通局长谢明洪进一步表示 驾训班课程补助分为场训 及考照后的道路实际体验 北市府与中央共补助3700元 呼吁市民多加利用 一个场内的训练 一个叫做道路的训练 一般他们的收费大概都4000多 那我们为了要鼓励学生 就是去场内 给教练去教导 比较完整的那个 驾训技巧 而不是在路边 给朋友 给爸爸妈妈这样去学 我想这个 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鼓励这样的一个性质 我们自己台北市政府 有补助1300元 每一个学员 那至于考完以后 他拿到驾照 我们也期望 学生在教练的 整个带领之下 实际上到道路 去体验一下 道路可能的风险 驾训专家强调 目前国人考取机车驾照 主要还是以自学为主 因此透过驾训课程 让学员有系统的 学习安全驾驶 才能将事故发生率降低 透过一个课纲式的一个教学 比较能够将一些操作的细节 就是有系统化的教学下去 那这样的话 因为本身摩托在操作上 它本身是很需要靠肌肉协调的一个交通工具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透过驾训的过程 可以将这个事故的发生率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比如说在紧急刹车的训练 那在时速大概60公里的情况下 能够把车很稳定的把它停下来 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讲完透露 在长子大宝建议下 自己也看了最近爆红的YT影片 三道猴子的一生 看完后觉得非常写实 也更期盼年轻朋友考取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保护自己也同时确保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当自己认为技术纯熟 技术很好 更要特别留意 我想不只是保护自己 也要确保其他用路人行车的安全 响应交通安全月 即日起到9月20号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推出问卷抽大奖活动 更将在三处人潮聚集地点办理快散活动 宣导人本交通停浪文化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车辆驾驶人 也可能是行人 彼此里让尊重 才能建构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扶行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暗内影视基地是台南百年历史的暗内堂常改建而成 因为台剧斯卡罗在这里拍摄 而让基地特色广为人知 闲置将近25年的场地 现在斥资4.53亿元打造成为国家级影视基地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北上宣传 鼓励更多创作团队前往取景 原是百年堂常的台南岸内影视基地 2018年因为台剧斯卡罗促成中央地方 斥资4.53亿元打造国家级影视基地而明造一时 基地拥有清代街道轮廓 一直到日志明初 为影视作品增添不少能量 一亿五千万 然后要拍斯卡罗 然后还要搭 因为我想两个重点 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剧组要搭这样一个实景 第一个它耗费会很大 我如果只是搭紧搭一搭拍完拆掉了 我的预算很低 然后照我所需 然后预算当然是很少 可是你要实景 它要耗费很大的钱 我想预算政府必须要当剧组 第二个 这个剧组的整个设计团队 会卡在这里会卡很久 它耗费的时间可能 可能我原来搭紧可能两个月搭完 可是我盖个场景可能要八个月 盖个实景可能要八个月 也就是剧组的整个耗费的费用 其实是很可观的 所以如果这两个事情 政府跟台南市政府 如果不能帮剧组来解决 其实很难让剧组进到这个场景来搭 所以我想这两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我要讲的是 其实那一碗一面之后 我非常的痛苦 因为在搭的过程 我们原来才发现挖下去 下面全部是以前埋下去的那些旧的废弃物 那你光要搭一个地基都好难 那你挖下去你才知道那怎么办 又改地方 然后又要开始重新规划 那是很可怕的 然后我拍到快已经要开拍了 结果我的剧组 整个美术组全部卡在那里 我在屏东的场景都没办法过来帮我盖 那变得就是说你就会耗费很大的能力完成它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真的是一个蛮关键的 那不过说真的那一碗一面之后非常的非常痛苦 就是当斯卡罗开完之后我看到那个 我可以我们可以呈现那个那个安宁感 我可以把150年前的不呈现出来 我真的蛮开心的 那我也希望未来他们继续进来盖这个场景 我想真的可以让台南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古都 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地北上宣传基地 目前已有九部电视剧一部电影 及三个电视节目拍摄都在此基地取景 黄伟哲宣传中也提到期盼皆此强化台南影视产业发展 现在在南台湾也是在我们沿水岸内糖厂 事实上有个非常非常适合好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讲到不动场都讲location location 它的location是非常好的 离高速公众星移交流到只有五分钟 第二个它的一个地点 它原来是个百年糖厂 那经过闲置 这个台糖停止制堂之后闲置了25年 那之后我们在2018年把它这个场景 配合那个时候的文化部还有公室一起把它重建起来 新的搭新的景 那目前它的景有这个清代汉人的景 还有日本荣厅日志时代的那个景 其实都非常适合 此外呢它有非常好的宿地可以来适合搭户外景 而且它有目前已经整修完了三座仓库 三座仓库它的如要搭室内景 也都是非常适合拍摄的 所以还有一个它常常在这边搭景了 不管是叫好或叫做 那个片子 不管是斯卡罗或者其他的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因此呢它有时机 而且它有未来 那更何况中央跟地方政府 都是全力来支持 案内影视基地的这个建制 虽然现在很多影视都流行什么数位景 但是坦白讲那比较不实在 那事实上在案内堂场的实景 不管是各种不同的年代 都是非常适合 我们也期待 好朋友可以来案内堂场的 你视机地看一看 更何况它每年都有很多Events 包括这个 盐水风炮也在旁边 包括越境港登记也在旁边 那附近也有很多像 蘭花展像什么 其实都是美不新收 那再来盐水小镇 来到这个周边 其实在人文汇萃在文化 别人卖的是这个好山好水 我们除了好山好水之外 我们卖的是文化 所以在明年台南 迎接台南400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欢迎大家来台南 特别欢迎大家来案内 不管是搭景 或是看整体的搭配 包括我们的实景的搭配 都是非常适合的 希望能够让我们不同的 这个专业的剧组 在这块基地上面 找到各自能够得到的资源 能够得到的协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将来 它能够朝向一个专业化的经营 那它不管是透过一个分居宿灾 或者行政法门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让这个影视基地 它赋予一个将来可经营 可永去经营的一个活力 那再者当然正在台南市政府 像刚刚黄市长所谈的 沿水 岸内跟其周边 那希望能够为整个台南的西北 那推动地方的发展 那事实上 我知道我们在那边搭 这个搭场景的剧组 就刚刚都用我们在地的材料 也用我们在地的 这个很多的这些劳动力的协助 岸内影视基地共33公顷 有两个台湾历史时代场景 搭进空地 未来也预计再争取预算 给予台湾影视制作更多元的场景 选择 完备具组后勤空间 创造友善的影视拍摄环境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 旧庄派出所远警 日前进行巡逻勤募时 发现一辆乡行车行迹可疑 上前盘查发现里面 竟然有五名于其停留在台湾打工的太极移工 经过调查发现他们最早在民国 111年9月就以观光的名义来台 目前已经交由移民署台北市专情队收容 巡逻远警拦下这台乡行车 仔细一看里面载的都是太极人士 而且深情有意 立即呼叫警力支援 经过询问发现 这五人从民国111年9月开始 以观光名义分批来台 却逾期停留四处非怕打工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旧庄派出所远警日前 執行勤募时 建议台湾行车行机可疑 经栏查后发现车内五名乘客 均为预期停留的太极移工 滞留国内非法打工 全案训后已由移民署 台北市专情队收容 经查五名太极男子 以公公名义免签至台湾 自111年9月份开始分批来台 经由在台湾的同乡 介绍四处打工赚钱 定负责驾车的本国籍 检性男子表示受五名太极劳工所托 再送五人至桃园中立 警方在询问后已经将五名移工 送至移民署台北市专情队收容 负责开车的检性司机 也依违反就业服务法 以请劳动部裁罚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雇雇 用来路不明的外籍移工 为者依教育服务罚处 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还 五年内再犯者更涉及刑事责任 最终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突刑 或者病科120万元以下罚金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夏天气温屡创新高 在阳光高温曝晒下 羞腾腾的公园邮剧 成了孩子们看得到 玩不到的城市装置艺术 立法委员何志伟 台北市议员钟佩玲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特别邀请黄我特色公园 行动联盟召开记者会 呼吁主管机关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别让热伤害 剥夺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别让热伤害 剥夺孩子快乐童年 立法委员何志伟 台北市议员钟佩玲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与特工盟组长林向如 呼吁主管机关 正视公园邮剧热伤害问题 何志伟也提出 优先采用自然材质铺面 金属材质油具增加遮印 考量纳入水务细水设施 降低油具温度 以及增加都市氯化等 四点具体改善方案 我们的诉求很期待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应该在卫福部 儿童的游戏设施的自主检查表 中应该针对热伤害 有一个遮阳的检验项目 第二个呢 在沙坑家长陪伴区 特別是金属材质的邮具 应该要加入遮阴 而且应该要纳入未来的验收标准 甚至未来的检验项目之中 那第三个 在日本其他的先进国家 正常国家里面 太热的游戏器材 这些不管是公家的 还是私人的 他们都会喷水雾 那或者是细水设施上面 他们都会有遮阴在上面 让小孩子 让家长 让阿公阿嬷 让爸爸妈妈 不要出去玩艺圈回来之后 不是直接回家 而是直接去就医 那其实不管是游戏 游乐器材 不管材质 不管塑胶 磨石子 金属 木头 或是没有遮影的沙坑 其实你这样30度高温的烈日曝晒 表面都会非常滚烫 这已经到50度了 刚才有讲 这个50度60度 都已经会造成小朋友烫伤 这小朋友有办法玩吗 那其实在特工盟呢 我们2016年呢 我们其实也去做地点的实测 我们在五月 五月 不是现在七八月 是五月早上九点 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实测 这是我们实测结果 可以看到橡胶地点 已经高达五十点九度 是早上九点了 那沙坑呢是38度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材质就差了12度 所以其实用沙子 历石或树皮木屑 这些自然的松散铺面 是非常有效 可以降低游戏场整体的温度 台北市议员中佩玲表示 台北市有邮具的公园有442座 其中有35座邮具彩金属制 虽然公园处经检讨后已改善 但比例上仍然很低 而新北市议员戴伟三则指出 在金属邮具旁立立牌 要求孩子穿厚衣裤 玩溜滑梯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们会在一些 这个金属的邮具旁边 我们会立一个新的立牌 那这个立牌里面就写说 这个夏天这个温度很高 请大家一定要穿上厚的裤子 跟长袖来玩耍 一个39度的高温的环境 所以你要孩子穿上牛仔裤 穿上长袖 甚至穿上外套去玩 那这不是太苦了孩子吗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要只是用一个立牌去解决 我们希望做到更根本的改善 那也就是从这个公园 整体环境的改善下手 那无论是遮阴 无论是更多的这个清水的设施 我们希望让孩子可以一下课 可以一放暑假 都可以自由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游玩 在过去包括这个地方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名义代表反应 不断的反应之下 知识公园初他们有做一些改善 也就是这35座是金属制的这个 游具游戏场 已经有做了一些遮印 但是呢相较于其他 全台本市442座来说是远远不够 因为会产生这个高温热伤害的不但 不只是只有金属油具而已 刚上午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们包括这个黄色的塑胶滑蹄 就有44度 这代表说不见得是金属的油具 才会伤害人 其实塑胶的也会 那所以说在这个全台北市 有442座的油具 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有遮阴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特工盟组长林向如指出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 禁酒城家长反映游戏设施 白天表面过烫无法游戏 还有半数孩子 希望增加细水和遮印设施 希望主管机关要研议 儿童游戏场 具体的降温散热的计划 那我们有以下三个建议 第一个主管机关应该要要求 在儿童游戏场设计的时候 就要考量 把遮阴就纳入设计里面 那刚才有提到 卫福部这个儿童游戏场设施 安全管理规范里面的 这个有个副表 儿童游戏场设施 自主检合表里面 可不可以新增一下 去设置遮阳的 这个检查的项目 那你有去检查 如果呢 这游戏场的区域 没有大树 没有树可以遮印的话 我们就要规划 人造设施啊 我们不能等树长大 小朋友童年不能等 尤其在儿童禁止不动的 这几个区域 例如说 座位区啊 就是休息区 沙坑区 还有刚才提到的金属表面 都应该要特别增加遮印 避免长期曝晒的这个过烫的问题 那第二个 在儿童游戏场 我们应该优先采用自然材质的铺面 我们刚才已经有看到 自然材质 一样的曝晒条件 一样没有遮印 它们可以相差12度 所以当我们已经患用自然铺面的时候 整个环境的吸热 就不会这么的多 那第三个建议哦 游戏场 我们应该要可以去设置水物 跟细水的游戏场 来降低整个温度 像这个水物装置呢 刚刚有提到嘛 可以降低温度 那细水游戏场 更是小朋友 这样 来我们看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样的游戏设施 但是呢 我们全台哦 将近7000座的公园游戏场 只有不到40座 有类似这样的设施 这个占比非常的低耶 只有千分之五 那我们希望主管机关 卫福部可以具体的要求 全台各个地方政府 在游戏场发包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三个 我们刚刚很具体提出来的 这三个建议 这个降温的建议 可以协入发包的需求 现场台北市公园处 也提供经验 表示针对遮印法规 把遮印跟结构共构 或设计成可拆式的 并不会触及建筑法规规范 记者理系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南港区 拥有许多好玩的儿童游戏场 其中东洋公园8米高的魔王塔 更是挑战性十足 小朋友想要溜6米高的溜滑梯前 还得要过好几道难以不同的关卡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体验 从6米高蜿蜒的溜滑梯溜下来 过程相当刺激 这里是台北市南港区 东洋公园的8米高魔王塔 被称作魔王塔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朋友要到最上层玩溜滑梯前 还得手脚并用的通过 星际穿越墙 夏绿地的网 飞碟爬山区及魔王攀岩墙等关卡 我们将整个游戏场 它可以会训练到小孩子的一些 肢体发展的一些元素 全部融合在一个 我们的东洋的魔王塔里面 那这边是一个8公尺的魔王塔 那它的那个滑道有6公尺高 那小孩子如果要上去溜这个溜滑梯的话 它中间有5道关卡 那每一道都可以训练它的那个肢体平衡 或是它那个手脚的那个协调 对那它一关一关爬上去之后呢 然后再从那个6公尺高的那个 溜滑梯上面溜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 比较场地有限的一个 空间里面 游戏场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整合许多的那个 游戏的元素 那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 比较有一个高度的 就是有众生的一个 那个魔王塔 让小孩子可以在里面进行的畅游 这样有特色的魔王塔 也吸引许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连外县市民众都慕名而来 直说对小朋友很有挑战性 你觉得它造型比较特别 特别 这比较特别 对 然后有点挑战性 对对对 它说他们要看这个 玩这个 我说好啊 可以啊 就这样 小朋友最喜欢的 还是6米高的溜滑梯 不过过程中的爬绳攀墙 关卡也很获欢迎 那个超大的溜滑梯 为什么 因为它会一直转一直转 再下来 那中间过程会不会很困难 爬来拿去 有点 你喜欢哪一个家 中间 因为呢 中间都有很有挑战性 那溜滑梯呢 也很好玩 不只好玩 在挑战过程中 大小朋友更能学习互助合作 寓教娱乐收获满满 其实在这个游戏场里面 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 那有一些比较大的哥哥姐姐 就会像我小孩子 如果某一关 如果可能比较爬不上去 爬到那边没力了 那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就会拉他一把 对那其实 在这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 互动啦 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 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相处的模式 而在中庆园区旁 以丛林为设计概念的三重世贸公园 也很受大小朋友喜爱 尤其这座摆档绳索 是现场人气最高的邮据 因为三重世贸公园 在接近那个中信园区那边 那其实那个假日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多 家长带着小朋友去那边游玩 那那个摆档绳索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 就站在上面 就尽情地做一个摆档 那这算是我们南港区 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游戏设施 除了东洋公园与三重世贸公园 在南港区还有以三铁共购为发响 设计出飞天火车的南星公园 以及采用东北角碟山地形 为基盘设计儿童游戏场的 行星公园也各具特色 好玩又好拍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一前往体验 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圆明会和考选部在国家考场的 国考艺文走廊 举办眼界之旅 原住民族摄影作品展览 让应考人和陪考人在考试之余 透过展览欣赏原住民族的文化之美 这张名为寻根的照片是王秦毅的作品 里面是穿上这身服饰找寻最初的荣耀 听着他细细分享作品意向与创作理念 会发现照片不仅仅是记录当下 更是蕴含着许多思想 圆明会与考选部在国家考场的国考艺文走廊 举办眼界之旅 原住民族摄影作品展览 让应考人和陪考人在考试之余 能够透过展览欣赏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中午有意识就是重视这个族群的时候 我自己决定就是不管是在作品 或者是在任何的 因为我们爱艺术 所以任何的东西 形式上我都想要就是有圆明的成分在那个里面 然后就是一路 因为高中大学都是跟艺术有关系 然后好不容易最后 我想说在我的壁展 大四壁展的时候我就想说冲一波了 然后大家也知道原住民有十六族吗 那我就想好 大四就是要疯狂一下 所以我就决定 就是在我的壁展作品呈现十六族给大家看 然后让大家知道 让我一方面知道每一族的族服的特色 然后一方面也让大家知道现在到底有几族 那其中里面 我是担任里面的泰鲁格族的部分 那从这整套作品里面 我觉得有两个感动 一个感动是当我穿上自己族服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 然后在街头被人家看 因为他们会用一样的眼光看着 因为你很莫名其妙 穿着一根这么美丽的正装 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然后我又在捷运里面 然后又在路上 然后又要过马路 然后就是那个心情很特别 然后但是走到最后 我觉得我就是要展现给大家看 我的服装 我的正装就是这么的美丽 虽然外表不像 然后讲话也不太像 然后但是我愿意尽我的本分 慢慢找回遗忘很久的根 这是不容易的我知道 但是时间就是这么长 我还是有时间可以去弥补我心中的那个遗憾 那根是所有的一切的一个原点 拥有这个就是圆明协同是我的荣耀 对 尽管没有身份我觉得也无妨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国境在招募人才会做广告 但是我们做公共人才的招募从来没有做过广告 所以我们就需要透过这样的开箱方式 让各部会 让包括地方政府 为我们国家社会所做的事情 让大家更知道 那今天配合我们原住民的特考 原住民委员会 感谢我们迪江巴鲁尔的主委 来这个大力赞出这一场活动 那先提供我们原住民族文化自美 让大家来进一步的认识 那当然相信以后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 让大家更知道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 还有原住民族在部落的工作 公务体系在部落工作 能让大家更知道更了解 那我相信也会有更多人希望到原乡去工作 来服务我们原住民 服务我们台湾的社会 很多我们的原民同仁都知道 以为以前考试研考试研 都只是考试的地方 结果现在连我们的文化 都透过这个地方来做介绍 很贴心的让我们考生 心情不好 考不好的时候 还可以来看一下 或者是休息一下 搞不好这边也有考古题 你可以看得到啊 一定有一定有 所以光这一点 我们原民会同仁 用掌声谢谢考试部 安排这么好的地方 最后 真的 原民会或者是地方政府 今天有这么多的行政人才 这个是 40年来 30年来 20年来 每年 考试研跟考试部 为我们取材 考出非常优质的 原住民的行政人才 让我们 行政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展览共有44件作品 分为四大主题 遂实际仪 呈现原住民风年祭 火神祭 及飞鱼祭等文化内涵 传承族群文化与认同价值 上海警官以原住民附落为主 感受大自然节奏 部落风情 透过原住民生活的围观细节 感受文化的丰富与活力 人物服饰则呈现原住民的面容 及服饰特色 我想我们政府成立了原民会 也是要凸显彰显这样的精神 对我们原住民文化的重视 原住民族的重视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这一个原住民委会 在我们考试部大楼主办这样的活动 今年的原住民特考 我看了资料 今年有1551个原住民考生来报考 数目比过去两年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们为了要确认 确保这些来报考的原住民 它真正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过去两年加了这个语言的门槛 所以使这个报考人数一下子掉下来 但是现在慢慢的又回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透过语言的确保 认证来维持保护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跟语言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希望由我们的原乡 就是由我们原住民的乡亲来担任 原住民治理自己的原乡 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地方 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共同讨论 或者是沿你 我们现在原住民考试的一些相关议题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不足的录取的 或者是说当时我们非常担心的 原住民考生的那个报考趋势越来越低 刚刚新新委员特别提到了 就是我们有很多议题 必须是找教育部 我们考选部 还有保修会 当然还有用人机关 我们原民会 一起来共同研商 我们现在所命令的一些议题 那去年一整年下来 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教育部那边 我们就透过也拜托教育部 再透过这个原住民学生资源中心 它有一个跨区的一个联盟 那协助我们跟所有的原住民大专院校的学生 鼓励他们来参加原住民考试 国家考场为了增强与大众连接 提高考场附加价值 三楼设为国考艺文走廊 借着国考意象与人文艺术结合 让各界快速认识国家考试严格与发展 同时作为应考人减压疫情的空间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扶行为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基隆寿司季票选活动举行颁奖典礼 总共有六大类十八个寿司店家获奖 票选活动也吸引超过一万名以上的旅客 来基隆吃寿司参加票选活动 成功带动来基隆吃寿司的旅游风潮 谢谢市政府的邀请 这样子 然后让更多观光客可以来基隆 这个活动 它的确能够带来人流 因为大家看到那个 这个活动的旗帜 就会感到好奇 只要讲到什么寿司啊日式料理 一定会想到我们 基隆首度举办的寿司季票选活动 吸引许多在地的寿司店家来响应 共有六大类十八个寿司店家获奖 副市长邱佩玲和议长秘书杨文和 及多位市议员亲自颁奖 票选活动效益更吸引超过万名以上的旅客 来基隆吃寿司带动观光消费 举办的这活动其实带动了很多人流啦 其实我们的店里啊 那还有我觉得整个基隆市区 都因为这个活动啊 那它可以带来很多的曝光 以及行销 金龙壽司 熊鸿佳 好在有议会的支持 那刚才主持人说了 我们这回活动 总共有十万名一千六百二十五个人 去参与浏览 真正参与的人有一万九千个人 在短短的二十天之内 二十五天之内 没有这样的成绩 一天近乎四百个人参与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的华寿司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就都很有名 基隆的餐厅都是跟我们拿外回的寿司 因为比较希望就是 我们可以就是像现在一样 就是完美的样子 然后去给大家就是好拍照 好打卡的地方 不同的卧寿司啊 生鱼片啊 或者是生鱼片盖饭 都在那里做很密集 那如果欢迎大家来人来市场 他可以来一趟市场 他可以品尝到 不一样职人所带来的美味 很欢迎大家来基隆 品尝美味的寿司 对于创业来说 我觉得现在 就是基隆又离卡玛丁很近 所以要补鱼货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优势 基隆就有优势 很多台北的也都会有 专程来我们基隆 基隆补鱼货 基隆首度举办的寿司祭活动 成功打响基隆寿司的名号之外 活动宣传效益 也吸引农粮署的注意 我听他们告诉我说 农粮署知道我们办的这个活动 非常感动 说他们一年捧摸他们的米 都没有我们做得这么好 效果都没有我们这么棒 所以希望明年 跟我们一起加入合办 因此在这里 也拜托议会支持 也谢谢各位店家 因为你们优秀表现 可以让这个活动一年接一年 让我们持续在基隆 永远办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忽然忽略到一点 就是寿司除了上面的东西之外 它下面的米是很重要的 用了很多的米 所以他很希望说明年 可以跟我们合办 一起推广台湾的米食文化 副市长邱佩玲 再次感谢议会大力支持 和在地寿司店家的参与推动 透过政府民间携手合作 吸引各地的游客 来基隆吃寿司 品尝美食 为基隆创造更多的观光消费商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试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扣 清拳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拳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拳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碗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价也加重处罚哦 酒价零容院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女士场合法 营养化碳中结者 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 内政部警政署欢欣您